上海式的空气汚染很严重 空气可能看起来很清楚 可是有非常多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例子 一个科学研究说 呼吸上海的空气等于一天十之远 很多人同意如果不发生变化 将来中国的空气汚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请问了上海纽约大学的中国学生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你觉得上海的空气汚染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上海的空气汚染很严重 你担心着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影响 这空气汚染会让我咳嗽 你觉得政府对空气汚染的做法怎么样 我觉得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多 特别是 特别是管理工厂废弃排放 管理私家车的数量 好 你会做什么来改变环境 我会以不带车 你常常戴口罩为什么 因为戴口罩可以隔绝空气汚染 你觉得上海的空气汚染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上海空气汚染情况不太好 你担心这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影响 我觉得它会导致我的鼻炎比较更加严重 你觉得政府对空气汚染的做法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做非常显著的改变 好 你会做什么来改变环境 我会多参加一些绿色公益活动 你常常戴口罩吗 为什么 不常 因为没有意识到空气汚染很严重 很多来上海的外国人也觉得空气汚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也请问一个外国学生说说一点他的看法 你的国家有没有空气汚染 直接要看哪个地方 我知道纽约在美国 纽约有一些空气汚染 以为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可是在我的家乡没有 你觉得政府对空气汚染的做法怎么样 我觉得中国的做法最近有点好 因为我知道中国最近听闲更多的美工厂和做很多的空气汚染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有点好 可是我也觉得中国可以做越来越多 你会做什么来改变环境 我会减少用电 用美 但是我们在这边认识是非许多人在这边 我认识是非许多人的人 我们以前 series 或者是两个战争的 有点好 但你就想想想想想想 如果我们在这边 要求更多人的 就像这样 不明开玩笑 这就知道